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針對日益擁堵的交通 有不少高科技公司 都在研發新世代交通工具 讓人們出行更加方便 Tesla創辦人馬斯克 所創立的柏寧公司 近日發布了他們設計的 地下交通系統隧道測試影片 從YSU到LAX只需要5分鐘 馬斯克將這段影片 發布在自己的Instagram上 展示了車輛在隧道中穿梭的情景 這也是馬斯克首次 將柏寧公司設計的隧道交通系統 以影片方式完整呈現給大眾 隧道的成品仍在進行最後的裝配 這個地下隧道交通系統 預計通行速度高達每小時200公里 柏寧公司發布的 另一個模擬影片中顯示 整個地下隧道交通系統 可以和地面交通 很好的融合在一起 駕駛者可將車輛 開上停靠在路邊的電動滑車上 通過升降台進入地底隧道 電動滑車會在隧道上 自動將車輛送到目的地 然後再通過升降台 將車輛送回地面 除了車輛 設想中還有電動公車 利用隧道交通系統接送旅客 這個隧道交通系統 希望能夠在人口密集的地區 緩解地面交通壓力 達到快速運輸的目的 預計從紐約到華盛頓特區 不到30分鐘便可到達 由於在隧道內行駛 完全使用電力 所以也不會產生廢棄 不過目前挖掘建立隧道成本十分昂貴 幾乎每英里高達10億美元成本 馬斯克認為 如果要建成隧道網絡 成本還要至少降低10倍以上 全電動飛行器也是高科技公司 解決交通堵塞的一個主要方案 歐洲一家初創公司LILIUM 日前成功試飛一款 全電動垂直起降的飛行器 最高時速可達300公里 我們一起去看一看 這款LILIUM飛行器可搭載兩名乘客 飛機兩側機翼有36個電動渦輪引擎 以及12個翼片 單次飛行距離可達300公里 由於採用垂直升降方式 所以在城市大樓頂部也能起降 適合城市交通 同時全電動設計也能降低燃料 和維修成本 讓使用費用更加接近大眾交通工具 預計從紐約曼哈頓 到GFK機場只需要5分鐘 當飛機起飛時 機翼會指向地面提供上升動力 飛機起飛之後 機翼會轉為橫向 以便利用經過機翼的氣流 作為動力飛行 這款飛行器每個引擎都有獨立保護 一旦有個別引擎發生問題 也不會影響飛機飛行 這款飛行器在德國進行的首次試飛 是採用遠距離遙控的無人駕駛飛行 未來該公司還將推出 五人座版本飛行器 可當作空中出租車 目前研發團隊 仍在努力降低飛行器的成本 以便於進行量產